另外現在ECFA問題還延伸出來 就是FTA難道跟這個台美要簽了嗎 那難道是不是一個帶風向的行為 好 現在講一下說這個ECFA為什麼要終止 因為現在其實中方就是在推這個 這個貿易壁壘的審查嘛 所以很多東西你要進到中國大陸去呢 他就跟你說不行 要暫停 我要看看有沒有問題 那當然就是讓我們的這個 中國大陸跟台灣之間 很多的這個貿易往來啊 都會被切斷 所以會影響到說 那我想到ECFA是不是也就是會 下一站就是ECFA即將要終止了 就在這個時候呢 在昨天晚上 蔡英文去參加了這個 一年一度的謝年犯 那在這個場子當中呢 蔡英文就講了一些話 那其中就有一些人抓到重點了 就把重點給放大了 放大之後就看到他說了 他說台美將會探索FTA的機會 哇 接下來這句話講出來之後呢 就有很多人就炸鍋了 等一下 這個關鍵字難道是探索嗎 也是探索 也是FTA 因為大家會想說我吃美牛 我吃萊豬 也吃美豬 很多都吃都吞進肚子裡面了 那怎麼還會在探索的階段呢 我們白吃了嗎 因為探索階段比較像是說我們要去火星了 然後我們現在還在探索說怎麼樣去火星 因為距離很遠嘛 可是我覺得這FTA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接觸啦 也很多的這個往來啦 怎麼還在探索的階段是不是有一點太慢了 好 再來囉 當初呢這個ECFA 當初呢這樣的ECFA其實包括了綠營啦 包括了這個蔡總統 他們其實是反對的 他們罵很兇耶那個時候 罵很兇 好 當時罵怎麼罵呢 當時的這個2010年的時候呢 蔡總統是說 ECFA是包裹著糖衣的毒藥 意思就是說你吃了會生病的 會死啊 會死啊 而且呢 包括了2013年 賴清德也說 ECFA呢 台灣未蒙其力 但是會先受其害 因為你簽了這個ECFA之後呢 很多的台灣自己的 不管是農民啦 漁民啦 工廠啦等等的 可能都會有一些賺不到錢啊 可能會被這個對岸啊 利益都被對岸拿走啊等等的 好 這雙方都是這個 持這個反對意見 但是再回過頭來看喔 在現今這個階段 ECFA會是下一站即將終止嗎 洛惠主委他怎麼說 是 邱泰山說 如果終止了 啊 萬萬不扣啊 會造成雙方損失 欸不對啊 你剛剛講那麼多 他們都說ECFA是糖衣的毒藥 那你現在又說造成雙方損失 那既然是毒藥 那你就終止ECFA不就好了嗎 所以喔 這裡面又發了兩個層面的問題喔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是說 喔 所以現在是自己打自己臉嗎 再來第二個層面是說 難道你們又在打 這個所謂的自己黨內互打嗎 因為兩個人意見都不太一樣嘛 是 所以大家都看都沒有 好 到底你是要ECFA還是不要ECFA 再來我們剛剛 其實趙和剛剛提到了 國民黨的立委鄭立文 他也看出來這個裡頭的貓膩啊 你現在還在探索所謂的FTA 2020年的時候 8月就已經開放所謂的美毒進口了 現在還在探索的階段 再來人家國外呢 是怎麼樣來做進行的 南韓 美國是在2007年就已經簽訂了FTA了 人家早就簽了 早就簽了 現在是2023年耶 現在2023沒有錯啊 好 那個這個 包括我們其實在三年前也都 來都都已經吃這麼久了嘛 吃了三年了 但是呢 還在探索階段 是 好 我們來看其他的國家 其他國家包括了日本 FTA有21國 韓國有18國 新加坡有27國 來看看 我們可能人家的這個尾數都不到 只有四個國家啊 我們至少還有四個國家啊 但是這個四個國家是哪四個國家啊 我有特別寫下來 巴拿馬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 怎麼不是日 韓 美 或者是比較大的國家 所以你就看到台灣其實在這個貿易上面 其實好像簽的國家也是不盡理想嘛 會讓人家懷疑說 到底這個蔡英文總統 你的立場是什麼 敬言 我們來看了 現在有說了 ECFA會不會終止呢 這終止之後呢 蔡英文馬上帶風向了 他說 沒事啦 ECFA終止之後我們還有FTA 我們台美這個現在的這個經貿非常的好 是在帶風向嘛 這個絕對是在帶風向啊 你看 ECFA當初民進黨把他批評的多麼恐怖 多麼一文不止 是 還在講什麼 上任之後絕對會半公投 要廢掉ECFA 結果現在呢 不敢 然後 中國大陸說要停止喔 馬上跳出來 哇糟糕啊 他們現在發現可能自己會雙重標準被打臉 所以不敢講說 ECFA很棒 ECFA不要廢 馬上釋放消息說這個FTA 才是最重要的應該要做 可是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2020年啊 10月31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蔡英文 他就召開了臨時的國安會議 他說要什麼 深化台美關係 要繼續推動FTA的經貿協定來當 他把這個當作新聞標題 然後呢 後來什麼 這個 前美國國防部 駐印太的這個助理部長 薛瑞福他說什麼 台美的雙邊貿易在有限的環境下 澎勃發展 意思就是說 你們要開放萊豬啊 沒有開放喔 我們很難去跟你們簽FTA啦 結果咧 萊豬我們都已經吃三年了 請問FTA到底在哪裡 欸不對 我們吃三年了耶 當初說沒有簽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開放 好我們現在已經開放三年了 現在已經2023年了 所以2020年的什麼 說要這個 深化推動這個FTA的推動 這個這個簽訂喔 過了三年 蔡英文的任期剩多久 只剩一年耶 拜託 這做得到嗎 所以說 民進黨每一次過去都是這樣子雙重標準 那我們已經吞了很多他們所謂對不對 很愛講的 唐醫的毒藥 毒藥我們都已經吞了 現在前面要我們吃萊豬 接下來又要我們吃什麼呢 我剛剛看到佩芬有把眼神 對向我 她似乎想為此來辯解 佩芬妳是怎麼看 好我覺得就是國民黨看到這個 就是跟中國的貿易等等 當然都是非常的興奮 那這一次其實兩個議題 一個是中國對於台灣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貿易壁壘的所謂的要調查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大家剛才在講的ECFA 其實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分開來講 那貿易壁壘的部分就是其實一直以來 兩岸的這個貿易的相關的規定 我們都是依我們的法制 但另外一方面其實中國過去 這一兩年來對於台灣的鳳梨也好 對於我們的甚至飲料 黑松沙士 蘋果吸打這一類的 全部都是說禁就禁等等的 我們也已經見怪不怪了 所以說真的要說貿易壁壘的話 到底是哪一邊對哪一邊有貿易壁壘 以及哪一邊對哪一邊 是違反這個貿易的規定 其實還是有需要 就是好好的依照現有的機制 去探討的一個必要 而且其實台灣跟中國其實都是WTO 世界貿易組織的這個成員 所以說如果真的是他們覺得說 我們對他們哪裡不公平的話 大可以透過這個世界貿易組織 相關的規定來進行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他們這個時候 提出這個貿易壁壘的調查 非常有政治性 因為他在4月12號也剛好是賴清德 接受民進黨的提名 正式成為我們的總統候選人的那一天 提出來而且最神奇的是他這個調查的這個截止日 是明年的1月12號 然後我們台灣就是1月13號要來進行我們的總統大選 所以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他其實真的想談的不是貿易 而是政治 那其實這又回到ECFA 就是ECFA其實已經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兩岸竟然都已經簽了 當然簽的當時我們就是大家有意見提出來 已經簽了已經執行了之後 我們也是對於我們的政府而言 就是只要是健康有序的這樣子的一個貿易的來往的話 只要有這樣規範在的話 我們當然也是遵循 所以說如果說中國 如果說對岸還是想要把這樣子的一個貿易經濟的 又把它做成一個政治的武器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對雙方都不好 那真的也是透露了他們在貿易在經濟背後 所藏著這樣一個政治的算計之心 原知我們來問了 現在我們剛剛看到這張圖表上面 其實當初ECFA這件事情 民進黨政府就一路泡嘛 就包括什麼糖衣毒藥等等 那其實大家就想問那你覺得ECFA不好 那你現在就停掉 那停掉你現在又說不要 剛剛雖然佩芬講很多 那我就問那你要不要停掉 你又說不要啦 是跟政治是有關 這個邏輯你怎麼看 其實我對民進黨早就已經放棄了 就是說民進黨對於他們之前講的話 他們絕對是拖遍自甘 就是就像你看這個圖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網路上有人整理 這個蔡英文他講說ECFA叫喪權辱國的不對等條約 然後是包著糖衣的毒藥 喪失主權 然後後來說要這個公投廢止 然後呢也說要反ECFA的辯論課程 這是在野的時候 是 結果現在執政之後呢 就說ECFA是對兩岸有利啦 中止ECFA會破壞兩岸關係 什麼時候你又認為ECFA會對兩岸關係這麼重要 然後呢繼續用 然後呢甚至呢 辟謠ECFA要中止的假消息 代表說他們很怕人家覺得ECFA要中止 那到底哪一個是蔡英文啊 怎麼會是在野說一套 執政說一套嘛 那實際上就是ECFA對兩岸是有利 對台灣也有利嘛 否則為什麼陸委會的主委 邱泰山 在前幾天他會講說 ECFA廢掉的會讓兩岸都不利 這個就是陸委會主委自己講的啊 這就打臉了之前在選舉時候 還沒執政時候的蔡英文嘛 就這個就非常清楚啦 那我覺得民進黨 就雖然說這件事情讓他們覺得 比較丟臉一點 可是我認為既然民進黨已經執政了 你還是要面對 就是台灣廠商現在所面臨到的問題 比如說剛剛我們講的有2455項 中國現在正要去 針對WTO去申請那個爭端解決嘛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禁止這2455項嘛 然後那這個部分就有貿易不對等嘛 所以他們要透過WTO去解決 那請問一下 民進黨政府對於我們現在台灣廠商 可能會受到的影響 到底提出來的方案是什麼 其實我們是看不到 我看到就是民進黨的口水啊 就是說哎呀 對啊又在打你啊 然後呢 那你除了罵咧 你對台灣的廠商 到底提出什麼樣幫助 這才是大家關心嘛 甚至於還有一種說法 經濟部講的 他說這才影響0.9%而已啦 不多 所以咧 你認為很小 可是對於這個廠商來講 就是它的全部 你到底有沒有把台灣人民放在眼裡啊 好 我們看完ECFA之後 接下來要談到的是 跟你我荷包是有關的 你可以看到現在已經出口連漆黑了 甚至相關部已經說了 經濟成長下修 而且通膨 非戰時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張圖表比較簡單 這是去年跟今年 我們就比一個最高的這個值好 這3月跟今年3月 一個是627億美元 一個是466 你就知道已經差很多了 現在他們已經說 外銷訂單是年減25.7% 你可以看到貨品別年增率 一片綠綠的 全部都是副次 而經濟部他們也統計了 包括3月份的外銷訂單表現 現在訂單金額是465.8億美元 月增10.6% 但是年減來看到這關鍵 是年減25.7% 已經連漆黑了 而且是2009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另外導播幫我Cue到下面 這是中華經濟研究院做的 他預測了2023 就是今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為2.01 他跟去年的來相比預測 其實已經大幅下收了0.7個百分點 政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員 都已經說了 國內通膨壓力不容低估 因為通膨已經不是暫時性的現象 談到這個我們就知道了 未來什麼東西都要漲 什麼東西都要缺 那靖妍我就問了 那現在我們缺什麼 我們又要漲什麼 電價也才剛剛漲 那現在經濟又是不樂觀 那我們日子還要再苦下去嗎 政府才剛發6000塊 大家覺得好像小確信 其實一點小確信都沒有 外銷連漆黑 經濟成長下修 彭彭呢 現在也說了非暫時的 是 苦日子肯定會繼續啊 我們缺什麼 前陣子大家已經看到網路上一張圖 2020台灣人之後還排隊的嘛 2020排口罩 2021排疫苗 2022排快篩 2023排雞蛋 請問我們要不要在這邊岔土 2024會排什麼呢 缺蛋缺電 然後豬肉現在也要漲價了 豬肉耶 大部分人都一定吃豬肉了 豬肉也要漲價 通膨還持續下去 政府到底做了什麼呢 台灣的經濟越來越差 年輕人買不起房 然後不敢生孩子 人民的生活越來越苦 未來看起來 就像這個年輕黑一樣 不樂觀啊 眼前一片黑啊 真的是眼前一片黑啊 真的是不堪設想 嗯 佩芬 你是怎麼樣看待 現在已經出口年輕黑了 經濟成長也下修了 那現在 蔡政府應該是要怎麼樣去做 當然啦 經濟這個問題喔 是真的是全民會最有感的事情啦 那其實這個 台灣跟世界貿易的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貿易等等的 都持續在進行 所以呢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這個貿易立國 貿易立國呢 遇到的一個優勢 也是有的時候遇到的一個挑戰 就是會受到全球景氣的英雄 會受到其他國家的經濟的狀況的影響 對 那不可否認的是 中國大陸 他當然對於台灣 跟台灣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貿易往來 可是其實跟其他的國家 包括美國啊 包括日本啊 還有其他很多 很多大的經濟體 確實也都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單看台灣 但我們生活在台灣 確實常常都會單看台灣 但是呢 其實當我們理解說 其實這是整個大環境下的 許多交互作用的話 我覺得其實 應該怎麼說 就是台灣人 當然是覺得說 可能我們的生活 哪一方面可以再繼續 就是再來加強 可是比較之下 其實我只能說 我們的貿易的表現 我們的跟其他國家的 這些經濟的表現 其實在全球來講 已經算是表現得相當好 那當然我們還有再加強 再努力的地方 可是這真的是 我們大家一起再繼續努力